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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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你总算回来了 臣弟想你都想得睡不着觉 日夜都盼着二哥能够早日开宣 二哥代替臣弟出征 这美良穿一仗 这胜得实在是漂亮 臣弟 感谢二哥的血耻之恩 你我自驾兄弟 何须隐险 青阳失守是小 你弃城逃走 实属不改 哥哥教训的是 这半年 臣弟日日闭门思过 只盼再上战场 杀敌个落花流水 圣旨大 凤天承运 凤天承运 皇帝诏曰 秦王李世民 美良穿大捷 受天命 兼敌有功 客家风又为神武大将军 赐阳氏女为秦王淑妃 亲子 喜百日愿 王家 职业 请哥哥进宫授封 赐阳威 西一哥 西一哥 上他 黑将军 李大刀 怎么是你 末将现在是王公的右翼神军参临 王公派我来长安做特使 伏击计划失败了 刺杀任务没有完成 山雄信死 我知道 我看见了李世民 风风光光地回来了 王公让我转告你 实施第二套方案 陛下 扶于百计的浅唐使 已到达长安 正在驿馆候制 百计使者 尽献一匹上好的霓裳天段 还有树色蝉丝彩丝 都是世间含有的稀罕之物 好 全部赐予秦王的杨淑妃 而臣谢陛下 九月初九 钟爱卿 与朕 共关大婚圣典 普天同庆 谢陛下 山公大人 药膳房的公共求见 说您求的一位养荣王好了 特意给您送来 什么养荣王 山公大人 药膳房的王大人 让小的来见您 让小的带上这个 伺候您福相 你先下去吧 是 进面说 你不好好在洛阳拜仗 跑长安来干什么 姐姐难道就不想弟弟吗 乱是苟且 活一天是一天 你自己多保重 以燕手的福气 姐姐 弟弟这次潜入长安 是受王公所 我 乃刺杀李世民的 大唐虽然建朝才三载 但全禀着秦王 东征西逃 才稳定了中原的局面 这李世民可是大唐的半个江山 不是什么邓仙之辈 你怎么杀他 正因为是他 李唐的半壁江山 我们更应该除掉他 别忘了 当年李渊这个狗贼 散害了我们的爹娘 要不是王公救了 我们早已饿死在荒郊野岭了 王公让姐姐来偷大唐 就是想 有朝一日我们姐弟李英外合 秦首为四季的爹娘勾奏 公主也别抓来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李世民这个禽兽 居然想婚配公主 他不配 姐姐 我正好有一计 可以利用李世民和公主婚配的机会 一并除掉李世民 怎么做 是谁自杀秦王啊 善雄夕 我知道他啊 他不是个吃省沙场的大英雄吗 听说一刀能残死三个呢 你听谁说的 朱倩门内文化馆叔叔的沙徒先生啊 叔叔先生的话你也行 他和王世聪私下结义 他不认为了 善恶不分曼杀重量 浪费了一身的好功夫 也辱没了英雄的名号 所以嘛 恶人是会有恶报的 好啦 你上完药了 这三天呀 你记住千万别沾水 这碗药呢 连喝三剂 你的伤就会好啦 也不是什么大伤 多谢了 谁说的 位置再偏一点就是大伤了 啊 啊 圣旨到 上宫催世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秦王于九月初九大婚 上宫局于今日起 调配长安各制造访秀女入宫 昼夜不停 赶至秦王大婚居一 不得延误时机 亲子 从今天起到九月初九还有十年 咱们上宫局不吃不喝不睡 也要齐心协力 把秦王殿下大婚的婚姻赶了 是 如果有谁偷懒犯错 不要怪我无情 赵碧 是 崔赏公 秦王殿下请姑姑带着局衣去府内 淑妃要试穿 公公 这局衣还只是半成品 穿起来恐怕不是特别好看 殿下让我转告姑姑 殿下说不放事 淑妃就是试着新鲜 好 好 那就有了